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文的活动 孕育了全台湾最密集的民间华会 进而嘉育市有华都的美名 除此以外 我们更有中南部最优质的教育文化 医疗 尝照 还有美食等等最好的生活机能 全联共享世代宜居 也让嘉育市能够成为台湾的新都心 一谈到嘉育市它的历史实在太丰厚了 你知道吗 嘉育以前不叫嘉育 叫侏罗 为什么改名叫嘉育 因为林爽文事变的时候 独独来到这个城攻不下来 因为嘉育人死守这个城市 所以嘉育人的团结那一种精神 是让人感动的 乾隆皇帝就把它因为家旗忠义 就改为嘉育 所以我觉得这是嘉育人最大的光荣跟骄傲 好胸修听 这是嘉育的精神 也是嘉育名字的由来 它的前世 我觉得是不断地累积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化度之称 有木度之称 甚至呢 它是娇子桃的故乡 高粱酒的原香就是在嘉育 我们以为棒球的原香 是从台东红叶 事实上最早还是从卡诺 嘉育农林学校 他们打到甲子园 连日本人都还对卡诺的精神念念不忘 那种永不放弃 永远是留在甲子园上的 嘉育精神 这个精神秀情重义 所以你来到这里 你会觉得 这个城市就像你回家一样 你来到这里 嘉育人 各级人 我们都各级人 木业在没落了以后 慢慢地我们找到自己定位 我们可以作为云嘉南区域的 观光生活消费中心 最好的教育来嘉育市 所以孕育了很多各行各业的精英 嘉育人一直都不放弃 我们纵使福元小 人口比较少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位清楚 我要成为台湾的新都心 我们必须把生活机能做得更好 我们不断提升 我们借由现在的创新 让小城市大创新 一切以人为本 用建设来带动 让我们的教育文化做最好的底蕴 这几年来嘉育市少纸化 但是我们不但没有减班 反而还在征班 今年我们还在增加 招考了50多位的老师 教育决定人才 人才决定未来 我们用设计导入城市的治理 让这个城市的美 城市的好不断被看到 我们用地方创生的能量 让这个老城市 它给予新活力新生命 我们不是最富足的 但是我们是最团结 最有能量的 因为我们明白是非 往前走 我感谢市民愿意 跟我们共同努力 也因为大家凝聚力很强 我们可以得到那么多的肯定 幸福城市的第一名 还有我们五星首长 以及我们施政力 是全国第一 永续城市的特优奖 这也都是大家有新的观念 愿意进步 我们希望幸福进行市 是嘉义的未来市 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程 铁路高架化 在铁路与西这边 我们有个西区大发展的计划 铁路与东 有个东区大进步再升级的计划 这两个计划就如同这个双引擎 在这边不但创造了更好的生活 我们希望是永续的 我想每一个妈妈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为母则强 也就是看到有困难的地方 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 这几年来城市竞争之外 其实最大的冲击疫情 已经两年多了 将近三年 我在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同仁 所有的作为都只为了一个目标 安民心 三级警戒所有的经济活动 所有人的活动全部都停下来 嘉义是冲击最大 因为我们八成以上都是服务业 看到人民的苦 看到人民需要的点 我们必须努力去做 提出政策 让大家能够安心以外 我们知道这时候必要蹲点 我们正好109年度 有税计剩余 5.4亿 我们一个人可以普发2000元 它的意义在 我们叫做消费现金2000元 一来大家能够疏解 能够疏困 第二个目的是能够 大家一起来消费 当内需需求被扩大了以后 产业就能振兴 疫情冲击太大了 这时候我们发现 反而数位转型是势在必行 加上我们去年也正好 拿到了台湾设计展 我们用设计力的导入 让我们业者能够不断的再升级 我们等到一开放了以后 大家马上整个经济力就冲上来了 所以那时候老子滚滚的加密期又回来了 今年确诊个案不断的增加 我们告诉大家不要光 因为我们有好的医疗团队 然后大家一起携手合作 慢慢的会有一个新生活的模式 因为有大家的携手合作 反而这连续三年 我们的盈利事业销售额都一年比一年创新高 每一次的危机正好是我们的转机 也是考验着我们 也是让我们在这边 能够重新站起来更大的能量 这就是嘉义市那种相挺 情力相挺的很重要的能量 设计展进来以后 我们更发现这个城市的美 年轻的黄明璋策展人就写了一个 刚刚好的城市 这个城市小的刚刚好 老的刚刚好 慢的刚刚好 就像我们的鸡肉饭一样 一碗饭 鸡肉饭就给你有饱足感 给你幸福感 它虽然很简单 但是真实在 又很澎湃 又很大心 嘉义的年轻人进来了 他们用所有的能量去创新去开放 我想这一个新都心是因为有人 因为有这一个最好的场域 因为有最好的团结的力量 所以嘉义人的故事 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教育是我们最重要的根本 我自己本身从教育界出来 我更清楚地了解 教育决定人才 人才决定未来 真实的发展 我们教育真的永远不能慢 教育都是希望工程 而教育伙伴就是希望工程师 我们希望每一个学校都要有特色 人文第一 科技相佐 精致创新 国际视野 斑斑有能器 再加上一个清风唤起系统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去实现的 科学就在生活中 2020年天文奇景的日环时 大家说原来拼教育也能拼光光 拼经济 因为那一天来了非常多的人 教育是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让它实时是课程 处处是课程 让孩子每一个发挥他自己的显能 我们愿意把制度建立好 我们有最好的教育伙伴 教育团队 有最好的教育的架构 然后大家去发展特色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全国人本基金会他们评比 嘉义士已经是全台湾达到 有最多的双语教育的能量 所以我们真的是 毛足全力在做教育 我想这样的一个培育 让这个嘉义士才能够 真的看到未来的希望 超高龄的社会 我们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少子化跟高龄化的一个现象 这对我们未来都是一挑战 我们用自己地方的预算 再让长照的计划继续推动下来 所以嘉义士可以说是 台湾最早把长照做好 未来大家都会老 我们只是在预作准备 高龄化是一个课题 WHO有一个高龄友善城市的网络 我们是30个发起城市之一 我们希望是在地老化 活药老化 我们希望生命的本质还要更好 师资的友善社区 日照的据点 各方面我们都及早做准备 那我想高龄化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有没有做最好的准备 去因因 那嘉义士在这里 我们一直不断的精进 我们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那因为我们都能够结合专业 然后希望不断的规划 往前走 这就是为我们自己的未来 做最好的准备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